而且張榮衛直接講 大方表示 我支持郭董 可以看出張家班的支持態度 所以昆雲兄 這個張榮衛連表面功夫都不錯 不是 這第一個 我這樣講 這個 這個我們先講 這個正常的事情 正規的事情 大家都把那個現在的這個整合 當做一個表面功夫 就誰跟誰見了面 好像這就整合了 其實不是這樣 整合那個 那個整合有很多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 你候選人本身要夠強 你不夠強 誰跟你整合 沒有人要理你 這第一個 第二個 整合絕對不會是一次就到位 而且不會是一個公開場合 比如說我們兩個有恩怨 好 我可能請靜言 我們兩個都認識 不是 應該我是跟他有恩怨 是我們兩個都認識 然後然後結果你就來請出面做個東 我們先把恩恩怨怨化解一下 然後喝個三杯 那接下來我可能還要再到他家裡去 跟他拜託 跟他磨 甚至路過的時候要去給他送個禮 或者是小東西 大家聊幾句 泡個茶 磨一磨 大家交情磨起來了 現實上也有這個需要 然後他有一天 派系大佬 有一天答應了說 好 這個我願意聽你 不管公開或私下 他最明顯的一個動作 他會把他的條阿咖 全部叫來 要見一次 你要認 那做的事情比較仔細的 那越仔細的派系 他叫來的條阿咖成績就越深 越多 就比如說有些派系就耍耍 然後就叫一些主要來 那個幾個議員來 就算了 不要叫太多啦 那口友宜中常委都認不完 那個 不管他 那個 他 他 我一直懷疑他有戒斷症候群 他什麼都也就認不得了 然後結果第二個 但是有最誇張 我遇過最誇張的一個狀況是 認真到他把整個的養豬場包下來 為什麼要在養豬場 養豬場 因為人太多了 有外人 養豬場比較有大的空間 有洗乾淨 有洗乾淨 空間比較大 然後又偏僻 然後所有那個進來只有一條路 有外人一進來就知道了 就把他擋掉 那都是自己人 他把所有的派系大大小小的調 村長 里長 林長都叫來 就讓大家認得說 所有人都不要囉嗦 不要有謠言 我告訴你 我就是挺他 這樣子交代下去後 這個東西才會 這個系統才會動起來 才是真的動起來 你要嘛 你就像阿扁一樣 那阿扁在二零零四年選舉的時候 我那時候在長榮大學教書 我從中州車站下來短短不到一公里 七八百公尺的路上面 有四個阿扁的後援會 停扁的後援會 然後他來跑新的一天跑二十二個 可以這樣子 然後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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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走 行不行也行 可是我們這一次到現在為止 從來沒有看到侯友儀有在做這樣子的動作 或有做到這樣子的程度 他就跟這個吃吃飯 跟那個吃吃飯 然後就放話說這整合 那叫銅框 那不叫整合 當然現在這個氣勢這樣子的時候 人家銅框都會銅了 含淚銅框 憲內同光了以後 縣長有去 對 好啦 好啦 人情我有去 我有面子有給 但是這種狀況下面 就是老話那一句 就是國民黨明天 一天到晚他喊 就團結團結 然後一團心結 整盒整盒 整死裝盒 就把他裝到盒子裡面 供起來就算 所以根本的問題 還是他自己 他自己的氣勢 跟他的狀況 如果再拉不起來 那誰都救不了他 晚間十點盡情鎖定 正直到了